晚上好 我是易颖 世界卫生组织对新冠肺炎有了最新的发现 另外 世界卫生组织提醒大马应准备面对疫情扩大 卫生部长Zuki Free会如何回应呢 有14个团体申请介入土权挑战华蛋小伪先案 高挺是否批准呢 更多的新闻详情 欢迎收看2月12日的《来个大事集》 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主任葛西健博士指出 新冠肺炎疫情已逐渐往外扩散 而且有些确诊的病人没有到过中国 因此他提醒大马和其他国家 病毒可能会扩大传播范围 应该准备好面对他 而卫生部长Zuki Free今天对此做出了回应 第一 我们还未到达到这段階段 我们还未到达到这段階段 因为它们也未到达到这段階段 因为它们也未到达到这段階段 第二 如果还未到达到这段階段 他也宣布大马已经连续两天 没有出现新的确诊病例 确诊人数保持在18人 至于马兴两国的合作委员会 预料将会在一周内成立 共同抗疫 虽然大马没有新增确诊病例 不过新加坡的最新确诊病患 就是一名在新加坡工作的新山人 大马卫生部已经在追踪 曾和他接触过的大马人 卫生部也正在探讨 是否要在马兴两国的入境处加紧检测和防控工作 另外 世界卫生组织也发布了一份新型冠状病毒的情况报告 报告中提及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 冠状病毒和蝙蝠亚种橘头肤中传播的冠状病毒有关 橘头肤广泛分布在中国南部 亚洲 中东 非洲和欧洲 至于病毒传播给人类的途径 目前还是一个谜 不过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 中间宿主动物在传播中起了一定作用 受疫情蔓延影响 韩国政府建议公民避免前往受到新冠肺炎 疫情波及的六个国家和地区 包括马来西亚 新加坡 日本 泰国 越南 以及台湾 以免把病毒带回韩国境内 不过 目前还不清楚 韩国是否会对来自有关地区的旅客实施入境限制 而韩国目前共有28宗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蓬衡州政府早前已经宣布同意莱纳斯 在关单无极鸡蛋新建永久废料储存设施 大马工艺大学退休教授马克达·莫赫默到当地勘查后 认为无极鸡蛋并不适合建设永久废料储存槽 因为无极鸡蛋位于聚水区 属于摇河上游会流入戈巴收水站 在供应全关单60%的生水水源 在这里建设永久废料储存槽恐怕会影响水源 不过莱纳斯公司早前引述专家研究表明 无极鸡蛋的位置并非在聚水区 并不会影响水源 最后来关注土权挑战华旦小伪先案的最新进展 吉隆坡高庭今天已经批准14个团体 介入此案的申请 并将这14个团体列为此案的答辩人 将在5月5日临审 申请介入的团体包括马华 董总 教总 民政党等等 我们今天很欣慰 也很欢迎法官做出决定 让所有要成为介入者都被允许 这个也是第一次法官在庭上宣布 政党有这样的权利 新闻到此结束 谢谢收看 再会